约在7到8级的阵风 阳明山安部的侧站的阵风 有到9级 所以在阳明山上面 靠近金山这一头的 北溪面向线来说的话 风力的部分会比较偏大 最重要一点 现在台风的中心位置 在我们正东方的外海 也就在花莲的外海 我们就来看一下 这台风在今天晚上 甚至到了明天之后 天气对我们会有什么样的影响 先从卫星云图来看起 我们从这张云图上面 就可以很明显看得到 台风的云系发展 先来注意到整个云层发展 在台风的东侧面的向线 水气量多 南面的水气量多 但对于我们台湾上空 在整个台风的中心 现在已经逐渐地到达了 石渊岛跟宫古岛的 南方海面的时候 已经在我们花莲正东方海面 约300公里的海面上 现在这个时候 我们的风向 吹着一个北风进来 外围的水气有些进入 造成了局部的降雨状况出现 北台湾比较多 尤其山区部分 南台湾降雨状况来说 只有零星的降雨 所以从今天晚上 这台风的中心位置 将要逐渐地通过 石渊宫古岛 再往进入到 北方海面的过程当中 水气进入 仍然是北部的山区雨的部分来说 会比较明显 那我们就来看雨量了 今天的雨 在下午以后可以注意到 最主要就在新竹 跟桃园山区部分有雨 但这个雨下下来 刚好可以让石门水库 水位来说又上升了 所以石门水库 有做一些调节性的线红 在翡翠水库上游 也有一些水的进涨 很可惜的是 基隆的水库部分来说 今天的降雨状况是比较偏少 往南看 南投山区这边 有些震雨的状况出现 另外阿里山这里有雨 可是再往南 这里大概都只有在 10毫米的降雨状况 所以南台湾的部分来说 只有零星的降雨状况的出现 雨量的部分来说 也都是一个比较偏少的状况 南台湾目前可以看到 在高雄市政府的 及时影像当中也可以看到 目前在高雄港内 有一点点小的波浪出现 因为最主要 现在在高雄 大约有6级左右的阵风 所以再提醒中南部的朋友 今天晚上没有雨的时候 你出门的话 还是要特别注意 海边的风来说 会略微的比较偏大一些些 接着我们就来讲一下 未来这个台风的动向 要怎么走了 先来看一下它的路径了 以现在的这个时间点的 已经快8点之后 台风的中心位置 已经逐渐接近 石原跟宫古岛的海域了 在今天晚上 大概在一个小时到两个小时后 它就会逐渐地通过这个海域 而往北走 这也就代表说 台风的中心已经到达了 我们宜兰东方的海面 暴风圈的边缘 刚好从我们台湾的近海扫过 而之后这台风的中心 将会一个比较偏的 北北西方向 甚至在一点点偏北的方向移动 预估到了礼拜天的傍晚的时候 台风的中心就已经到达了 钓鱼台北方的海面了 对于我们来说 今天晚上的时候 我们的风向 随着台风的整个风场 是随着一个比较偏着北风进来 所以目前在海岸线的部分的阵风 约在7到8级的阵风 晚上的风还是大一点 台北盆地的朋友 也就是台北市区 新北市区的朋友 会感觉到没有风 因为北面是阳明山 刚好把风给挡住了 等到了今天的午夜 到明天的上午这段时间 明天上午的时候 它大概好像在彭嘉宇的 东方的海面这个位置的时候 它到这里的时候 我们的风向会有一点点 偏着西北风进来 所以台北盆地的朋友 倒是到了明天的一大早 感觉起来震风会略微的偏大 但随着西北风进来 江雨的状况来说 仍然会比较偏少一些 雷达上面来看一下 台风的中心了 先来注意到 台风的中心位置 现在已经到达了 花莲东方的海面了 而未来的整个走向来说 我们也可以注意到 它已经逐渐稳定地朝着 宫古岛跟石渊岛中间的海域 正在逐渐地要通过当中 也就是说 外围的云带在今天晚上的时候 仍然有些水汽影响的就是 桃园 新竹 苗栗 山区 还有包含新北的山区部分 阳明山地区有些局部的 震雨状况出现 整个台风在它北上之后 明天随着早上开始 陆上警报就渴望解除 中午以后到下午以后 海上警报的范围 也就渴望逐渐地缩小 但是还是要提醒大家 沿海的风力来说 仍然是比较偏大一些的 对于我们的天气系统来说 在未来当台风逐渐地 往北移动之后 我们的天气状况 会随着它逐渐地 往北上之后 大家注意在南边这边 这西南风的水汽 现在是进入吕宋岛 但是等到礼拜一到礼拜三 这段时间的时候 台湾在这个地方 它的水汽发展来说 就会逐渐地从吕宋岛这边 转到我们台湾的上空 但是礼拜三之后开始 在这里有个小低压 反而会阻断了水汽的输送 也就是说到了礼拜三以后 水汽量就减少 接着北方有高压开始要下来了 这就告诉大家 等到了礼拜五的时候 北方有高压 大约在星期四的时候 它会下来 中四高压下来 带了微弱的东北风 开始要吹了进来 所以我们的天气状况来说 到了礼拜五开始 三天的中秋假期的时候 往北走 往东走 因为有微弱的东北风影响 往中南部走的话 都是好天气 所以西半部天晴 东半部有点局部雨 所以赏月来说的话 东部地区倒是云层量略多 我们来看温度了 先来注意到温度形态来说 在明天仍然有降雨 北部因为吹着北风转 西北风高温部分略降 中部地区的话 中午还是有点闷热 但是江雨状况是局部性 海边风大 南部地区到了下午以后 阳光有机会从云风中露脸 东半部地区台东就已经转好了 花莲天气也要好转 只有宜兰跟东北角有点降雨 外岛地区天气到明天下午以后 都逐渐转好 未来一个礼拜可以看到 雨的部分逐渐停了 再来西南风影响 两天的时间到周二 周三以后开始雨的部分也停下来 到了礼拜四以后 只有在北部跟外岛地区 有点局部的降雨 小滴您两件事情要提醒 雨去行车要注意 海风大 骑车的朋友要小心